几大港 又生来到孟加拉吉大港 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这个画面完全就是中国的80年代 但是我觉得再往前推70年代也可以的 一个不高不矮的楼 还有这个旧的这种车 而且车没有任何的这种新颖的那种感觉 质感都会撞烂了一样 这个吉大港由于它是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说这地方卖鱼还挺多的 当然这边还有一些手工艺 卖镰刀斧子 还有做一些器具的 我还有一八个人一起搬 原来他们就两个人最终要把这东西搬起来 太辛苦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印度的另一种神油 打酱油 他们在这边再打酱油 这是食物 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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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饭有鱼 就是无码油那种的 比较稠一点 哇 这边还有打金戒指 是金戒指 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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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二手鞋搬新这样的工作 这工作其实就是把那些收起来的鞋 再做成 再洗一洗 再卖 这个瓜呢 三千 三千 卡卡一个 谁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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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 不买贵的 只买贵的 这个 好 然后你们想要一个 贴了你买两个 贴了两个 贴了两个 来 来 吃一个 来 吃一个 来 吃一个 哎呀 这 这瓜 这瓜 价格不费啊 这个 六千卡卡 买贵吧 这个 OK 不不不 OK OK 哈喽 哈喽 你漂亮 我带你 OK 你漂亮 我给大家说什么是姑娘 这就是姑娘 真的是 还没有嫁人 所以说还不能够面对镜头 但是我们也看到大概啥样 这里面呢是这个 位于这个吉他港的一个墓地 这个墓地呢上面是拱顶 是伊斯兰风格的一个拱顶 然后呢 进去呢里面就是他们这边的墓地啊 当地人认为啊 如果在这个坟墓上面呢 如果种一些树呢 这个死者呢 他会 灵魂会升华 他们会 生命会继续延续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灵墓上面呢 种的树 把这边吃他的那个 应该算是青树吧 死者的青树 然后在这边把这个 坟墓周围的给他铺平 铺平一点 然后还有的浇了水啊 一收植物就在上面继续会生长 然后再来 欢迎订阅 我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